前天,当我们看到藏天说复告的时候,犹豫了一会儿,要不要写这个热点,等我们犹豫完了,发现其实本可以不用犹豫,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热点。 毕竟出了一首朋友,关于他,大多数人几乎一无所知,可我们还是决定写写他,因为,用一句俗套的话来说,他的故事不仅仅只关乎他自己,那是一个时代。 藏天说,1964年出生在北京,父亲是化工厂仪表工人,母亲是人民教师,父亲热爱音乐,有一副好嗓子,一直想去文工团唱歌,经过一番苦练,终于因为技术太好,常理领导不肯放人,藏妇的梦想就这样摇折了,有执念的人是可怕的,而有执念且没实现的人更是可怕中的可怕。 于是,三妇的执念,全都挤托在了孩子身上。 藏天说六岁就被扛上了琴等,找姥姥家借了五百块钱,给他安排上了一架钢琴。 可怜的藏天说就开始了日夜练琴的古壁生涯,但藏天说同时至不在此,他认为弹琴是女孩子才干的事,而男人应该上战场,炸碉堡。 那是一个宣量革命英雄的年代,他的童年偶像是王成。 电影《英雄儿女》,女的抗美援朝烈士,为了胜利,向我开套的英雄情节让他热血沸腾,为了体验战火纷飞的感觉。 藏天说亲手点燃了后院的油沾,导致家中的火,患有清光源的姥姥受到惊吓,一度失明。 为了培养儿子对音乐的感情,藏天说的父亲经常带儿子去听音乐会,又段时间经济拮据,都里没钱,藏妇就只买一张票,让儿子进去听,自己就默默蹲在大门外守着。 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能考上音乐学院,在父亲则栽培下,藏天说什么都没考上,高中一毕业就失业了。 和随见那帮不爱学习的熊孩子一样,加里多儿,后来就被父亲拎着去北京大小文化工打杂,给演出和比赛做伴奏。 1981年,17岁的藏天说正式步入社会,他入了江湖,从一开始给北京歌文艺团打短工,到后来加入布道工乐队,中国第一支插电摇滚乐队。 藏天说太时显歌,玩摇滚,睡过,成为了第一批接触摇滚。 颠覆文化的中国先锋青年,现出新的祈祷的时候,藏天说年纪十九岁,论资历,他比崔健要先接触摇滚,两年之后,也就是1986年,崔健才凭借一首《一无所有》登上摇滚舞台。 可以说,在八十年代,成为一名摇滚歌手的门槛极高,首先,你要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文工子女或者来自军区大院,家里能给你搞到一把像模像样的乐器。 其次你还要学会辍学,摇滚圈大多都是不搞学习的野孩子,都来是护校毕业,崔健高中文评,许为高靠前离家出走。 张楚从陕西基线学院输学,朴术更扯淡了,父母都是北大教授,结果他念到大二就退学了,可以说,要不是没念大学,藏天说还真不一定能走上摇滚的道路。 毕竟玩摇滚,就是要连经叛道,讲究一个特立独行,刘长发,穿皮衣皮裤,并且表达二十来岁年轻人,那不可名状的愤怒。 唐朝乐队,成立于1988在政军,黑豹,唐朝乐队一帮长发飘飘大帅哥的衬托下,藏天说的平头衬衣,显得比较普实接地气,愿看有点像建筑企业的项目经理。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的摇滚史,其实就是一个西方文化逐渐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没有那么玄乎。 1986年以前,中国内地没有摇滚,此前西方流行乐队威猛先生来花演出,现场气氛是非常民众的,全程冷场,大部分的观众表情严肃,像在看文艺汇报表演,深情木讷,甚至一脸猛逼。 1985年,第一支国外流行乐队来花演出现场,1986年以后,随着崔剑已无所有的畅响,中国摇滚乐开始遍地开花,有黑棒,呼吸,躺潮,眼镜蛇,超赛,1989,藏天说主见等等优秀乐队。 取位,港风的宝家街,也在九十年代展露头角,被人们深刻怀念的,还有1994香港红炭的摩檐三杰,1987年藏天束手将专辑冲入禁区,但由于商业化程度不够,市场极致不成熟,盗版唱片横行,文化审核严格等诸多元烟,1995年,中国摇滚乐的黄金十年逐渐落下帷幕。 也就在1995年,藏天说发布了专辑《我这十年》,除了摇滚乐,轻松讲运了放课,爵士,说唱,实验等各种曲风,绝对称得上是一张超前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但真正走红的只有一首翻路的朋友,因为歌词真实,接地气。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到处的那个年代人们渴望游异,渴望美好的心声,而像中央符号这样的歌曲却无人问津。 歌词唱的是,我一个人站在房中央,周围四面全是那黑黑的墙,墙上挂满了爽朗的画像,我根本分辨不出他们的音和阳,朋友成为了藏天说一生的代表作。 此后在吴京曲,藏天说一和杨晨刚,尹湘姐等人一起,被评为了靠一首歌是一辈子的系列歌手。 也就只1995年,藏天说和一跳摇滚歌手开始意识到,在中国,靠摇滚挣大钱几乎是不可能的,万事收不回来,他们的跑车游艇梦也破灭了。 1999年,藏天说决定开酒吧,演出生意两手抓,后来因为太慷慨,酒吧也被玩音乐,的朋友们给支倒闭了。 2001年,因为门面拆迁,节省成本,藏天说把酒吧开到了离京四十公里的河北廊坊,派专人打理,第三年收回了三四百万的投入,开始盈利,后来雇了东北人吕长春做经理, 收下有一帮打杂,打杂的小弟,后备箱里都背着砍刀和铁棍,不管是在官场还是职场,文人圈还是娱乐圈,都存在着金字塔般的权力秩序,而娱乐圈,尤其看中辈粉,要不就是这姐,要不就是那哥,在江湖规则里,所谓江湖义气可以代替法律。 藏天说也逐渐开始,从摇滚青年转型黑道大哥,他的主业更多放在了酒吧生意上,演出成为摇览科员和打通人脉的附属品。 他曾野心勃勃,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拓事业把图,把酒吧开进四川盆地,除去歌手和酒吧大老板的光环。 藏天说还是个风流的男人,跑过不少妞,在隐瞒已婚状态的情况下,跟自己乐队的被滋手私情隔日乐谈恋爱。 女方为他堕胎,吞了年要自杀,人配还不离不弃,算得上是铁打都渣男。 藏天说与私情隔日乐,在江湖混了不少年,藏天说也算是有头有脸的明星了,做大哥的那些年。 藏天说是出了名的脾气暴,不好惹,在一次音乐会上,主持人曹迪多次打断藏天说的演出情绪后,藏天说当场发标,冲主持人破口大骂,说说说,我是你干爹,你怎么不给大家火说说? 因为没有演唱同一首歌栏目组指定歌曲,被要求删除演出片段并退还演出款,藏天说直接和央视栏目组叫板,欺负别人我管不了,但欺负到我头上不行。 还有一次,一个网站学了个十大丑星,藏天说名列榜单,他立刻在采访出给出强有力的反击,当时我就想拿棒子去。 雷这个主办方,他们说出一大堆托词,我们只是一个奇功平台的,你装什么孙子啊?你以为你开厕所的啊?有些东西法律解决不了,我只能通过其他方法。 2003年,河北廊坊朋友迪巴,曾经的合伙人王宝和退骨,另开了一家热浪迪巴,因耐生意竞争。 当天说的心腹手下吕长春,带着小弟和对方交涉,两帮发生火拼,刀枪棍棒,广场上满是酒瓶玻璃渣和倒下的混混,等警察赶到时,广场上只留下一具青年男子的尸体。 事后,藏天说让吕长春跑路,出于朋友意气和兄弟情谊,藏天说让吕长春住在自己朝阳的家中,不了朝阳群众的情报系统,那时候就已经发达无比,很快吕长春就被捕了,他也很快把藏天说攻了出来。 在法庭上,藏天说否认自己知识手下打架,我的手艺也就是让他好好跟他往宝和谈,谈不好就报警,如果那天我去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而吕长春则坚持双方斗欧,是受藏天说知识,他说,你找孙宝和去,能谈好就谈好,谈不好就打。 藏天说白口默辩,朋友的证词让他锅铛入狱,最后法院判决藏天说据众得欧罪,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这就是藏天说混江湖,进牢房的始末,有人说,藏天说为人仗义,只是交友不慎,用人不当,被江湖朋友坑了,说到底,是个好爷妈,还有人说,黑社会也能吹得这么好听, 年轻时看看沙沙,睡了不少女人,挣了不少黑钱,岁数大了,就做一脸慈祥的表情,一不留神都能得高望重了,什么人生得意,时已。 不外乎于一心,出狱后,藏天说行事低调,不看江湖,做音乐,做慈善,藏天说举办了面向大海演唱会,此后几年,理想不倒,来剧方常成为了他个人演唱会的最幸木登横幅。 在凤凤网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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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朋坏游,做江湖老大的日子也已经远去了 如今的乐台,是综艺和小鲜肉的时代 藏天硕几乎没有什么粉丝,入狱四年 他消失在公众视野太久 而论作品,大家能想起来的也就一手朋友 他经常发微博,微博有二十来万粉丝 但很少有人会评论或 他23年前的专辑,在各大音乐APP里 留言数很少超过100,不及三线名谣歌手 藏天硕凌晨去世被经纪人证实之后 向来风吹草动都能上热搜的微博之风停浪静 比起藏天硕的死,大家还是更关心张雨起 把自己老公隔生一厘米的事情 得知消息后,最先有人跑到四星隔月了的微博底下评论 藏天硕死了,你开心吗? 还有人站出来说,一个剧众都弄出人民的黑社会 到底有什么好纪念的? 什么时候开始,死者为大成为了道德高地? 我们不必贬低逝者,但这人也没有什么好称颂的 随着宋冬夜,高晓松,原力的明星,纷纷发表爱到微博之后 网友终于开始纷纷上门留言 好人一路走好,藏也一路走好 任天堂没有干案,但除了一手朋友 他们实在想不起来藏天硕到底是谁 各式各样博眼球的文章也新鲜出炉 也一明星,肝癌去世 专家告诉你吃什么食物容易得肝癌 藏天硕一病去世 当年又不是因为他 许为不可能吻摇滚 藏天硕去世 妻子里没何一次情人的私情隔一勒 谁更伤心欲绝 没有人真心到念藏天硕 出了新日爱人和三五之友 人们在缅怀藏天硕的时候 没有人缅怀他那些优秀的音乐作品 人们在缅怀朋友的时候 缅怀的也都是自己逝去的 有关九十年代的回忆 他们记得那个年代 朋友有那同当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还很真 而真正的环绕国安或社会 敦牢房念佛经的藏天硕 把他的江湖留在了人间 理想成为英雄战士的他 走的时候却超然无息 没有王成为了胜利 笑谋开胖 那样的壮烈情节 很快 人们就会遗忘这件事 摩尖擦肿追寻下一个热点 而在藏天硕去世的第四天 已经无人再来缅怀 因非内容无法一一和者联系 如原作者认为 不宜公浏览 或不应无偿使用 请联系删除 并且给双方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如物意中侵犯了媒体或个人的知识产权 将于24小时内删除 只为传递正能量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